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黃光亮 亮光 坐… 我先給你嘗嘗這個和風羊雞 是日本的 日本的 說起你了, 怎麼入行的呢? 是葉餘 你做到現在都可以做的, 真厲害 回憶當時葉餘也做了四大惡人 你是其中一個 到現在好像沒什麼惡人再出來 原來換衣服很辛苦 光哥 好, 最佳南去國 先這樣說些話是你 謝謝… 歡迎光臨 你這個柳卓南年輕的時候 就是四大惡人接班人 我經常被人叫我為你惡人看 現在到你為你惡人看 我看到你惡人 我見到梁哥的時候 我以為他一向在電影裡 都兇頭學煞 我看到他很好笑 不, 我經常都說 往往你直覺的東西是相反的 梁哥 先做些煞機喝吧 冷了… 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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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了 大家留意知道這個如何 它的作用用來加強數量有多大 另外它亦有講文法, 講文化 唉 好, ま 各位東章失望的朋友 我是特別 Isn't it 我今天有辦法告訴你的台灣 这个東치�学廠 要來調查一下 東医學廠 раш 5 月後 俗改變的叫令义事件 這個令义事件究竟有多厲害 究竟有多分不料呢 我們一起調查這個令义事件 一共東張十 我終於知道 是甚麼原因 令東門市場有這麼大的改變 就是我身邊的張小姐 張彩哲, 綽號豬肉公主 本來是讀哲學 讀完之後就要寄成家業 來到東門市場賺豬肉 有網友就將他的照片鋪上社交網站 短短三天都成二萬個拉 賺豬肉也可以賺得這麼優雅 你能聞到嗎?沒錯, 是仙氣 你好… 妹妹, 應該叫妹妹吧 應該是吧? 25 25 那這個豬肉攤是家族事業嗎 對啊, 從爺爺奶奶那時候就開始了 那你在這邊賣豬肉賣多久了 賣快三年了 你覺得賣豬肉給你有甚麼特別的啟發嗎 啟發? 我覺得其實幫家裡做的事 其實是還蠻好的 因為現在很多年輕人 還是幫家裡做的事情 就比較喜歡去外面做 可是其實我覺得差不多 這個選一個好選的女才 你還在讀書嗎? 我已經畢業了 剛畢業了 你是學… 哲學 蛤? 好… 這個賣豬肉 如果我沒有唸哲學的話 比如說唸金融、唸設計 那我就不會做這個了 那我現在想問一下 你每天都會在這裡嗎? 每天都在 只有禮拜一市場工休的時候不在 可是我們攤位的營業時間 是從四、五點開始到下午兩點 你會出去夜店玩嗎? 會啊 不會啊 那問題是你要開店啊 那怎麼辦 我還是齊得來 去玩 可是玩還是要玩 那你碰過有沒有一些 比較奇怪的客人 比如說他會來我的臉書留言 然後傳訊息給我 一次跟我聊天 可是我不會太想回他 結果他就特地到攤位前面 就是把他說 我曾經問過我的問題 就再問我一遍 結果你有理他嗎? 我一開始有理 後來我發現這個人怪怪 因為他好像從雲林還是… 就是南部來的 然後我就有點害怕 後來我就是… 有客人來 我就立刻處理客人 就暫時沒有理他 因為其實在市場界裡面 我覺得你現在應該是 這個… 這個數一數二了 希望你有一天呢 好 你想開店邊對不對 對 我覺得很快可以實現 謝謝 好不好 好 謝謝… 我們這行的路人甲, 月丙丁 你好像沒做過 現實生活, 你經常做路人甲 不是這樣… 現實生活, 你是主角 過客 你當自己是分身 過客就是過客 我們每個人都是過客 對 天祥有做過 畢哥 我入行已經是做路人甲月丙的 做了一年多一點 之後我就入了兒童組 然後兒童節目 接著是K18亞的娛樂節目 接著開始拍劇了 保善一下江湖大哥 那就是要感謝財叔和他倆哥 我奇怪是為何找你做他年輕的 根本做你年輕時都不像樣子 你年輕時都很岩殘 反而你現在老了, 樣子更純粹 他做年輕時 他也做到那種… 對 很兇, 很有霸氣的感情 真的難得… 是否真的靠兇, 就容易上位 以前整個社會文化水平不是那麼高 你先去保護人 你夠膽, 你才不害怕 其實做什麼不害怕就贏了七成 是… 另一種惡是反面的, 欺負人的 欺負人的惡是死先的 現在當成這樣, Alicia… 現在是誰的客人 坐在這裡… 坐地鐵, 坐地鐵 我是不好的, 我就… 我也可以這樣 其實我也想哭 不行, 你要做惡的, 我們不要了 先生, 不好意思… 因為我聽說… 對, 你也對, 坐在這裡 這樣已經表達了… 教授的惡是保護人 保護 Alicia 兩哥馬上表現了一個更惡的層次 就是垂手可得 對, 個人是正確的 幾位, 梁先生, 真是有點水平 謝謝兩哥 有點水平… 歡迎 翔哥… 你也來吧 你想串燒是不是? 對, 吹不屎 立刻幫你拿牌 通常前輩你要起床, 翔哥… 你老婆, 不好意思… 翔哥… 氣寒的前輩, 你也不懂這個分 你們太麻煩了 對, 真是… 翔哥, 你在香港八五的時候 已經有角色了 會不會是沒有做過《路人甲》 他出來也… 不會是沒有做過 有… 我一起喊過 我七、九年出來… 七、九年出來 做了一年多的路人甲 有沒有很深刻的路人甲 真是一輩子都挺特別的 淒涼 早給我, 你的後輩子 一出來就明見鋒流 拍了兩天 其實只是一群人 南蓋、北蓋 衝一下, 衝一下, 衝一下 接著第二天就拍這邊 北蓋, 換衣服 兩天就拍這些, 即是南蓋、北蓋 有得拍未選妻 當時沒得拍過這種妻娘 是嗎?你有遇過嗎? 做監獄風雲之後 我真的想入這行 但是原來 就算你當時提名最佳男新人也好 你提名男新人嗎? 是, 說不找你就不找你 接著就決定這行不能做正職 你正職有什麼呢? 正職就是收拾東西吃 周圍…這裡有 來, 做一頓飯吃 來… 是嗎? 是否又收拾東西吃? 就是這樣 收拾一下就收拾到 你收拾了多久? 你由… 一直收拾到現在 你第一部電影就是監獄風雲 之後隔了多久才再拍? 一年也有 一年也不太久 不, 我們有人坐三年 對, 電影是監獄風雲 你坐三年也沒問題 有些人… 你第一次開工 有否等很久還沒到位置? 有, 等三個小時 二十年前還是現在? 三十多年前 剛好, 三十多年前也要等幾個小時 那一套一定是很少人做的 也是很多人的, 風火非法 風火非法, 阿馮罪犯 因為大場面, 大場面要搞 外面拍電影 是夜班, 我又五點多化妝 一直等到第二天天光前 才拍了一個鏡頭 你說等三個小時根本就濕碎了 是呀 你有沒有試過等待客人覺得 那套戲不相信就走了? 敢不敢, 梁哥敢不敢 現在這樣完全不專業 誰知道你是等不專業 還是走不專業? 你可以說在馬路塞車 丟下車走過去嗎? 那就是不行的 就是不就可以了 對嘛 你有沒有試過只有一句對白? 你來開工 我一句對白也沒試過 是呀 雅雅的角色 整部戲沒有說句對白 你知道不可以用一句對白 不可以懷孕 最討厭不是這件事 最討厭是說你拿劇本的時候 那個對白是你的 然後進入廠之後 導演說… 是呀 你說, 這樣 這樣又不對 有場戲, 進了警署 我帶著… 譬如帶著五個人被捕了 這些對白不是大哥說的 分開… 你說, 你說, 你說 我給他全部說 我最後一說一句 跟警署說, 聽到沒有? 有沒有對白有什麼所謂? 不對, 你說就不要說 你的對白多與少 跟你的是否老人夾 就不成正比 不成正比 我做老人夾月 當時做一些同事夾月餅 多數對白就是一人一句 當時我記得我簡直是… 我害怕得我連我自己也不說 我不說 你又分了給別人 我給別人說 你又不是… 你又不是… 你自己說不行, 叫別人說 好, 其實… 跟他不同 其實王光良一來又沒有記性 二來又抱 他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難怪你嫌疑 他不知了, 他不知了 全部給你看穿了 大家在這個做老人夾月餅的期間 有沒有試過被人用粗口問候歌? 有, 淒涼, 那時候堅誠 堅誠做年輕人, 等進廠 我跟那個女士… 不是, 女士在廠門口聊天 只是聊天而已 對 廠門一開, 有一個人托著東西出來 我卡你師傅什麼 阻礙什麼, 師傅了 什麼? 你不說 我不說, 你說吧 你明白, 你明白我的意思 不明白 你倆站在這裡幹什麼? 我不是在想, 你在這裡幹什麼 不是, 只是聊天而已 在廠門口沒有阻礙人 對, 你好不記得站在廠門口 阻礙路 這樣也有罪嗎? 當然 最重要是你之後有沒有師傅回家? 當然沒有, 哪敢 剛好站在那個位置 我不站在那裡, 站在哪裡? 真的有些人 挺有公道, 人家說 真的有些人是這樣的 是不是也不是師傅來的? 就是 真的有些人是這樣的 是嗎? 他每個人都是師傅的 是嗎? 走過去看一看, 他就… 師傅你? 不是吧 這麼遲回來幹什麼? 師傅你嗎? 他從頭到尾都是做徒弟 是 天祥有沒有試過讓人師傅你? 我面子, 摺你, 那些 因為我一個生氣了很多次 一個生氣了三十多次 是你的事? 是我的事 接著就開始聽到這些聲音了 三十多次才這樣 對, 很好的 是 最初在這裡也有一個否定的功能 有沒有錢? 有 有沒有女兒? 有 有沒有自己拿行李? 有 他根本否定了世界所有的一切 一切的所有